师娘 我已经打听过了 劫囚车这事是青牛山的人干的 就是不知道师父有没有被一起劫去了 哎呀 怎么一波未凭一波又起呀 洪生刚刚还在警察手里 现在又到了土匪手里 这肯定是出事了呀 娘 你别担心 一同被押送的三个犯人都不见了 现场只发现警察和劫囚车人的尸体 我想爹应该没事的 你爹怎么这么命苦啊 二娘 别太担心把身子累坏了 子惠 但娘会无休息 二娘 走 哥 爹一定是在青牛山 我们去青牛山要人吧 青牛山是土匪窝 怎么能轻易上去呢 如果他们结了爹的话 应该会有消息的 到时候拿钱上山赎人 嗯 是 二娘 你就安心休息吧 我相信爹 好人自有天佑 绝对不会有事的 但愿如此吧 求老天也保佑 子惠 我要到庙里去上香 二娘 你这么虚弱 我没事 娘 娘 有消息了 我爹被蒙面侠救走了 这是信 蒙面侠 对 就是以前我和你说过的那个 行侠仗义 除暴安良的蒙面侠 我之前就和他见过几面 他以前就和我说过 他以后会见我爹的 太好了 爹是平安的 哥 那爹现在在哪儿啊 蒙面侠在信里说了 我爹现在暂时回不来 我现在就去找郑南 了及此事 到时候我爹 就能功名正大地回来了 你快去 启明 你快去啊 好嘞 太好了 泽惠 你爹终于没事了 我们去庙里上香 走 走 你爹被蒙面侠救走了 据他所说 他暂时先躲避起来 不能无命 只要活着就好 我还以为他早死了呢 二叔 我这次来 是想求您帮忙的 什么事 我爹现在已经被认定 是逃犯了 只要您去一趟天津 把这个案子消了 我爹才能回来 你说 要我去天津 为你爹消案 这个蒙面侠 在信里是这么教我的 目前看 只有这个办法才可行 蒙面侠 没有人 你爹的 你爹的 我爹的 你爹的 不认定 我爹的 那他爹的 你爹的 你爹的 我爹的 你爹的 你这个小畜生 你还敢到我们家来啊 娘 你别骂人哪 启明来是有重要的事情 他那有什么本事啊 我都听见了 他想让你们去天津 是吧 我们只有去了天津萧岸 大世伯才能回来 去什么去啊 不准去 娘 你给我闭嘴 你们父子俩 悄悄瞒瞒我去警署消案 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差点没被你们气死 他们魏家 一心想害我们 表面上 还假仁假义地帮我们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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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披着羊披着狼 你们父子 就这么单纯啊 就这么容易相信这群禽兽 你们问吧 当初 他们是怎么夺武馆抢药方的了 娘 你一直都误会了 大世伯从来就没有害过我们 你懂什么呀你 人家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 还有你 郑南年纪轻轻不懂事 你呢 你几十岁的人了 你吃了几十年的饭了 你怎么就那么容易受骗呢 你脑子灌水了你 我告诉你啊 不准去 二师叔 二师叔 看在我爹帮过您的份上 您就去一次天津吧 行吗 对啊 爹 既然您知道大世伯是冤枉的 咱们一定要去天津 还大世伯一个清白 山群 我跟你说啊 你要是去我跟你没完 我 我就死给你看 你要死是吗 你要是敢去 我就死 好 去死吧 你 你这个白人老 你没良心 你 你都不想想 这么多年了 是谁天天伺候你 是谁帮你带大两个孩子 给你痛干枯 可敬腹道 你 你没有良心 我跟你拼啊 朕别闹了 天津我是一定要去的 我做人顶天立地 绝对不会冤枉人 魏弘生虽然对不起我 对不起我爹 我也不会冤枉他 老天会收拾他们的 老天爷 会收拾他们的 我跟你拼了 够了 别烦我了 朕南 收拾行李 跟我去天津 是 见我什么呀 哥 是不是这儿 这儿这么偏 我有点害怕 别怕 根据蒙面侠的提示 爹应该就在这附近 法律 准备到这附近 前面 有个屋子 走 过去看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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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你们啊 爹 爹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啊 是蒙面霞告诉我们的 爹 你没事吧 我 我挺好的 你们在家好吗 好 儿娘好吗 好 好 快快快 给您衣服 爹 这是娘给您做的好吃的 你娘好吗 好 好 爹 我面霞怎么会把你藏在这里 我再去天津的路上 被日本人追杀了 幸亏蒙面霞救了我 然后就藏到这儿来了 日本人 不是青牛生的土匪接的囚车吗 不是 听过面霞说 是日本人在背后捣的鬼 日本人勾结红果犬 把夜市药房的药材给换了 然后再栽赃到我的头上 他们一食二尿 最终是想得到 我们两家的药方啊 日本人好奸诈 他们实在太可恨了 是啊 当年你师爷爷 就是为了保住药方 才被日本人杀害的 我一直提防着日本鬼子 但是他们这次是在背后操纵 我们是防不胜防啊 这次幸亏有蒙面霞相助 别曾能平安无事 这个蒙面霞到底是谁啊 这个蒙面霞也一直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不过通过这次接触 我发现 他是一个血迹方杠 侠概义大的中国人 我真想见见这个蒙面霞 我实在是太崇拜他了 这个蒙面霞我倒是见过几次 每次在危难时刻 他都出手相助 是啊 爹 你在这里再多忍耐几天 二十叔已经去了天津 去帮明霞案了 到时候你就可以 光明正大地回家了 真的 真的 那真是太好了 你 大夫 这饭太有毒啊 还愣着干什么 队长 我算了一下 就咱们整个警局 所有的人加在一起 都不够去青牛山剿匪的 这找什么匪这是 局长不是说了吗 让咱们去青牛山 查这个劫囚的这案子 那咱们到那儿 还能跟人好说好商量 那就是去搅匪去了 我说这大夫啊 我 我求求你了 你能不能聪明点啊 我们是警察 又不是搅匪大队啊 那 不破了 不破了 我这丑头那么多案子没破 也不及这这这这一件呢 不是 局长当时可说了啊 这这这这种情况 你应该不及其他 你怎么能伤害 那么多案子 你也不及其他 这么多案子 我还不及其他 这么多案子 你还不及其他 你怎么从此时 那你还不及其他 我还不及其他 我还不及其他 你还不及其他 你还不及其他 青牛山抱着 我们就安安稳稳 挣我们这点薪水 让我去青牛山送死 我才没那么傻呢 大夫啊 你也别那么天真 这 这种事情就是 心照不宣的事情 到时候他自然就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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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了之了 还是你懂我呀 来来来来 哎呀 那咱们青牛山不去了呗 不去 绝对不去 队长 那魏洪生现在被劫到青牛山去了 这事咱管不管 我们已经尽力了 这 这 接下来就看魏洪生自己的命 硬不硬啊 哎呀 我就为这个事啊 两三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的 嗯 这回我可得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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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直了 哎 鸡腿 鸡腿给我 来 快吃啊 队长 你也吃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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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什么 补什么啊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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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我吃撑了 吃撑了总比饿死强 你跟着我这是成天吃强的喝辣的 你小的命真好 多谢队长照着我啊 你呀 这 我跟你说啊 你没长眼啊 队长 这人我看着这么厌手啊 这 逃犯黄三金 上次偷东西我亲自抓着他 这不对啊 嗯 他不是被青牛山的人劫走了吗 怎么在这儿啊 他还有个老娘在家 走 跟着他 走 娘 我们要回来了 三姬 你就别再回来 你赶快走吧 走吧 娘 您病得这么重 我怎么能走呢 三姬 你之前偷东西 都是为了娘之病 娘不能再连累你了 娘 您当初生我的时候 我只有三姬 别人都说养不活 是您没日没夜地把我拉扯大 陷入肌果长大了 您病了 我要是照顾不好您 我还是个男人吧 娘这不都是为了你着想吗 娘 您听我的 您好好休息 我去煎药去啊 好好好 黄三姬 三姬 三姬 跟我们去警局走一趟 三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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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队长 求你往开里面 娘 三姬他都是为了给我制兵才去偷东西的 三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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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属于 三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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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弟娘起来呀 起来嘛 什么叫 家里求再被毙的 高队长 我求你了 太假了 他还能给你养老 对 舍娘 起来吧 起来起来 你快起来 快起来 放起来吧 放心吧 你放心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三斤 我等你回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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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抓到黄三斤了 黄三斤 他不是被青流山给劫走了吗 这 我们还没审呢 刚刚才抓回来 我这就去审 你等等 这案子非同小可 我必须亲自去审 亲 亲自去审 怎么 帮你分担点任务 不乐意 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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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队长 你做得很好 谢局长夸奖 我来试 出去 是 黄三斤 本来你只是偷窃罪 案子没那么大 但是由于你在压卸途中逃跑 我 这个兴致就变了 以后你要在这儿 多管很长时间哪 军长 不是我想逃 是路上有人要杀我们 我们没办法 要是不逃的话 就得被杀了 谁要杀你们 来龙去脉 给我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是 那天去天津的路上 走到荒郊 突然有人放冷枪 先是把司机给杀了 然后警察跟他们火避 我们没办法就想着逃跑 后来那两个杀手 就奔着魏师傅去了 我们趴在草丛里不敢动了 眼看着魏师傅就要被杀手杀了 这时候蒙面侠出现了 蒙面侠把那两个杀手干掉 然后把魏师傅救走了 就是这样 你是说蒙面侠 接走了魏洪生 对 很明显那两个杀手是冲着魏师傅去的 我们没办法 警察也被杀光了 我们只有走了 你再想想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局长 我娘还病在家里 我就 我 巨长 黄三斤什么都不肯招 我给他十分钟考虑时间 给我看好了 等一会儿你进去问问 看他肯不肯说 如果肯说 马上向我报告 是 这次抓了黄三金呢 有助于我们破获 劫车的案子 不知道局长 赏金能给多少 队长 这是大案 这赏金啊 肯定少不了 等我拿了赏金 我 我 放过一份 想得美 我带你去翠花楼吧 行嘞 行 这样子 本来我想亲自审问破案 是是 没想到局长他这么伤心 他亲自去审问 就是就是 局长 是局长 是局长 局长 局长 黄三金说了吗 说什么 什么也没说 我估计啊 是青牛山的人把他放出来的 讲义些 不肯把对方供出来 这家伙 这看上去挺老实的 谁知道他不见棺材 不不落位啊 对啊 高队长 有 我给了他考虑的时间 一会儿你再去接着审 是 报告 局长 不好了 黄三金自杀了 什么 自杀了 还愣着干什么 走走走 走 哎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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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长 没气了 黄三金怎么又哭呆自杀了呀 哎呀 我大意了 这才几分钟 竟然让他畏罪自杀了 他也没犯多大罪呀 这这怎么都那么想不开呢 真是 宁死不着 哎呀 他会不会是怕青牛山的人找他的麻烦呢 这 这现在怎么办呢 怎么办 找人收拾 是 哎呀 黄三金哪 你怎么那么傻呀 这 这怎么能对得起你娘啊你 什么事这疯疯活活的 不是说我们最近少见面吗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了 沙老板 我真不知道你的手下都是干什么吃的 做事情做不干净 还让我给你们擦屁股 哎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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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在这唠唠叨叨的 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上次劫球车派去那些人 不仅没有杀了魏洪生 还把其他犯人给放跑了 现在好了 有一个犯人跑回来了 有个犯人跑回来了 那他应该知道魏洪生去哪儿了 而且也知道我们那几个人怎么死的 不错 他知道一切真相 他可以指正 劫球车的事情 不是青牛山上的人干的 不是青牛山上的人干的 这一有什么事能解决问题的 也就永远都是你杨局长啊 说得轻巧 为了你们这些破事 我亲自动手杀了人 我告诉你 这笔账咱俩得慢慢算 算 一定得算清楚 杨局长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那还叫问题吗 我问你啊 那个跑回来的犯人 有没有说魏洪生跑哪儿去了 被坊间传说的蒙面侠给救走了 又是这个蒙面侠 惠子多次跟我提起过他 魏启明还有叶正南 去创道场的时候 就是这个蒙面侠救的他们 他在坏我们的好事啊 正好 杨局长 嗯 我想求你办件事 又是什么事啊 查一下蒙面侠是谁 行 抽空我查查看 抽空你去查查 杨局长 我觉得现在这个蒙面侠 是当务之急 其实查他不只是为了我们 也是为了你 你想啊 我们都是拴在一条绳上的 这个蒙面侠这么爱管闲事 他如果知道你和我们的关系 你觉得他能放过你 查 确实应该尽快查 那辛苦杨局长了 好 喝茶 原来破坏我们事情的又是这个蒙面侠 他三番五次的出现 似乎很针对我们 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就是 我们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杀红国权的时候 我跟他交过手 他武功高强 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仲村君 你必须尽快查出这个人的身份 这个人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会的小姐请放心 我已经让杨世轩极力地查探他的身份 一旦查出他是谁 我会让他永远地消失 要尽快 本来我们这个夺药方的计划是完美无缺 这个蒙面侠就是个天外飞物 屡次破坏我们的计划实在是可恶 这个人 我一定要他死 最近苍州很不安宁 连续发生了好几起盗窃案件 这些案子 都和一个被传得沸沸扬扬的蒙面侠有关 苍州的很多负伤巨骨都被他打劫过 外地也有很多商人 不敢到苍州来做生意了 老百姓人心惶惶 这严重地影响了苍州的经济和治安 上级其令 让我们火速破案 高队长 你一定要查清楚 这个蒙面人的真实身份 是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 钱多吗 这 这蒙面人他来无影 取 取不动 就是 听好了 就三天 查不清楚 别来见我 是 还当什么呢 没听见吧 三天时间 查不到蒙面人的 走影 别来见我 是 是 你是 认识分谐 那组组 代表 是 你 可能是 你看 那组组 是 有 看 我 我 你 你们 你 到天津的审判亭去了一下 他们也觉得 这个夜市无管的案子呢 证据不足 同意车案了 对了 这个是他们的文件 好啊 好啊 你们把事情办好了就行了 但是这个魏洪生 现在生死未捕 很有可能已经被截到青牛山上去了 其实大师婆早就没事了 他呢 就是躲起来了 现在已经消案了 那是不是可以让大师婆回来了 你们都知道了 那 那怎么不告诉我啊 正南 别乱说话 你不也刚刚才知道 魏洪生没事吗 表哥 就我们家这对父子啊 被人卖了还替人数钱呢 你看 他们刚替人去天津 跑了一趟才回来 知道魏洪生没事 这不是拿我们叶家当牛做马吗 总之你们夜市药房这次 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呢 要想重新开业是没戏了 行 既然这儿没我什么事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为了 你说有什么事了 你也想不想 勇气 老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坐吧 刚刚看你吃晚饭胃快还挺好的 我就放心多了 你不知道看到你瘦了这么多 我有多心疼 是啊 在里边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吃不下睡不着啊 你看现在好了 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连吃粗茶淡饭都香了 更何况你还给我做了这么多的美味佳肴 还有孩子们为我接风啊 你开心就好 这一关呢总算是过去了 小玉啊 这段时间真是让你受累了 我是担心你 我一个富到人家 又没办法为你做些什么 这次啊 多亏了二叔肯帮忙 真是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了 虽然之前你们有那么多的怨恨 二叔还是肯去天津帮你消案了 你别说啊 平时我们和叶家吵吵闹闹的 可是一到关键的时候啊 跟珍救 będę 有所谓的 cis 警察 尤其是 故意的 你真的不能的 先找你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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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师父的在天之灵 也能得到安慰了 至我者 莫过你小玉也啊 你说的 也正是我想去做的 大师伯 师伯母 倩倩 你们来干什么呀 宝宜 这次 红神能够平安回来 多亏了二叔 我们带了一点小礼物 来表示感谢 小小礼物不成敬意 是啊 谢就不必了啊 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爱听 但是这次为了你们家的事 我们家东跑西去的 收点礼物受之无愧 是啊 倩倩 把礼物收起来 娘 去呀 这礼物我不收 去哪儿 不得了 你赶紧 你我赶紧 原来 你赶紧 是 你赶紧 有什么 你赶紧 我赶紧 我赶紧 你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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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得了 你又是这个高兴 什麽 老师 搞得他 他有 那我们知道 老师 不然 说 那我们想袁 在家里 帮我 是 很细 它还是我 你 没有 还是 有 就 说 怎么 很 安 了 是的 去 收起来 亲亲 亲亲 谢谢师伯母 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吧 神军啊 不管怎么说 你这次帮我洗清了罪名 我会记在心上的 打住 我这次帮你不为别的 我是不想冤枉别人 毁了自己的清语 至于你借我钱帮我还债 我会尽快还给你 神军 这钱不着急 别给我谈人情 我不想欠你什么 你帮我一次我也帮你一次 我们两清 神军啊 我 我们为什么 就不能和和气气的呢 和气 自从你拿走了 神州武馆的牌匾 和那半张药方 我就已经和你势不两立 你要和我讲和可以啊 除非你把神州武馆的牌匾 和药方还给我 神军啊 你这么说可就过分了 这可都是师父的安排 那就免谈 神军 神军 你听我说 过去的事情 咱们再且不谈 就说这次我们两家连番出事 那都是日本人在背后倒的鬼啊 他们的目的 就是我们手上的药方 你确定 又是日本人 我可以肯定 这次追杀我的 就是日本人 神军啊 面对外敌 我们一定要团结 有枪口对外 一直抗敌啊 当做师父 就是因为不愿意把药方交给日本人 才惨遭毒手 现在我们怎么能 让日本人从我们手里把药方夺走呢 让日本人从我们手里把药方夺走呢 不管以后我们关系如何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绝对不能让药方落在日本人手里 好 那咱们一言为定 积掌为盟 我是为了我爹 为了整个民族的大义 旭并拍照 多个年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